知网又被罚了5000万 据念刚刚因为涉嫌垄断被罚了8000万 今天呢又因为违法搜集和使用用户信息被罚了5000万 然后知网友那八方点赞 这熟悉的音频又出现了 不少网友分分调侃 看来是上一次没有好好整改 很多人对于知网的印象 可能还停留在演员翟天琳的那一句 知网是什么东西 但是对于写过毕业论文的人来说 知网呢就是能否毕业的第一道关卡 因为知网收录了99%的国内核心期刊的学术文献 所以无论是写论文还是茶虫都必须要给他交钱 可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知网还是由清华大学和清华同方 一起发起了一个知识共享平台 为的是方便大家传播知识 那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呢 都是免费把自己的学术成果捐给知网的 谁知道这知网被这些学术机构 纯义务的一口一口奶大之后呢 居然也玩起了电打期客那一套 因为每一个毕业生呢都离不开他 从2014年开始啊 他就仗着几乎垄断的市场份额开始随意定价 不仅这下载论文的价格比其他的平台贵了好几倍 而且还年年涨价 50%的毛利率甚至比苹果还要高 离不道 有的老教授呢下载自己写的论文还都得花钱 可以说天下股市网求你 而去年他被罚呢就是因为这事 那为什么去年有了8000万 今天还有5000万呢 可能要等更完整的公告来告诉他们了 咱只能说呀 请理解学生和学术人员的不容易 知识有价值真没问题 但不要做成暴力的生意啊 下读了吗 哈喽视剑家关注我每天一个大道理